這個協會從2009年成立到現在 這是第15次的一個會議 那我覺得在我們南部的產業來說 最近政府也正在推行所謂的USR計畫 那USR計畫就是大學如何去盡到對社會的責任 那當我們要走入社區的時候 它是需要很多文創的元素在裡面 那我想也透過這個機會 也可以讓兩岸多多交流 也讓對岸可以了解到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文創產業現在不僅僅是在產業 而是已經走入市區 已經走入社區 那同時對於內地來講 也有很多我們值得學習的地方 比如說他們的年輕人創意無限 他們年輕人非常敢於突破一些傳統的事情 我想這個交流不僅僅是業界跟學界 就我來講我們覺得最重要的是在於學生之間的交流 我們希望兩岸的學子能夠有多一些交往的機會 謝謝 將來兩岸在文創這一塊兩月 大概有一些什麼樣的具體的想法和作為主要去推動 是 就剛剛像泛州理事長他所提到的件事情 我們台灣在處理在這種文創產業的一些發展的過程當中 不管是國際化不管是經營的型態不管是跟文化的連結 我們都是比較細膩的我們是比較細膩的 但是各位也知道說受限台灣本身的服務員的問題 所以事實上我們如何讓我們的學生讓我們的文創業者 他能夠發揮最大的一個邊際效應一個利益一個效益出來 我覺得這一部分大陸是個非常好的一個市場 尤其在現在台灣跟內地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未來尤其在文化這一塊 我們有我們的優勢 我們有我們的優勢 所以我期待說透過這個會議 將來可以大家還有更多的合作 而且最重要的還是年輕人 我們希望能夠擴大年輕人的一些事業 是 第二次了 第二次了 第二次過來 對 都還說不想告訴我們天氣好多熱 對 這一次來是比上次好像熱了好多 也可能是因為會議上整個氣氛比較熱烈 會覺得更熱了一些 是 好 好 好 請楊博士他來針對這一次的 共同大同盟做一個書 這個呢是我們海峽兩岸文創高校研究聯盟的 第五次會議 那這個聯盟呢是在09年時候成立的 主要是由大陸和台灣這邊的六所高校 那是以中國傳媒大學下面大學等等 六所高校一起來發起的這麼一個聯盟 那經過這麼差不多十年的一個發展了 整體上來說呢也是為兩岸文創的交流和合作 做出一個比較好的一個貢獻 那這一次呢也是聯盟第一次到高雄這邊來舉辦這個 國際的一個研討會 也是邀請了大陸兩岸可能有應該差不多40多位老師過來做一個文化產業方面的學術的探討 也是聯盟最近這幾年來一個比較集中的對於兩岸四地文創產業發展的這麼一個學術的總結 也是一個比較節點的一次會議 對 剛剛理事長在這次時有特地講到 因為剛好我們一帶一路也剛結束 然後他覺得這是一個還蠻好的一個契機 對 就您來觀察的話 兩岸有沒有辦法知道 比如說同學或者在文創產業上面 在一帶一路上面可以搶得什麼樣的相機或選擇 是一帶一路呢是大陸目前推的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戰略 那對於文化產業發展來說呢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塊 因為我們知道在一帶一路的發展過程當中 可能文化方面會有很多交流和合作 當大家在文化上在這個交流上互相有認知有認可感的時候 可能會更好的來推動產業方面的一個發展 這個也是我們聯盟在不管是做文化交流也好 或者是做產業發展也好 也非常注重的一塊 希望大家能文化互通 建立信任共同的推動產業的發展 未來有沒有什麼樣子 已經實質上可能會推行的兩岸的活動 目前呢 因為我們這是一個高效性的一個文創學術的研究組織 所以可能更多的呢 是從這個人才培養和學術研究上 來共同的推進這個文化產業的一些發展 那我們聯盟呢 每年都會舉辦各種各樣的活動 比如說兩岸青年走進陕西 或者走進大陸的某個省份的 這樣的一個民間探訪的活動 兩岸老師關於文創交流合作的這種 學術研討的活動 還有一些關於設計方面的活動都會有 就從不同的側面給兩岸的師生提供一個很好的平台來做交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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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們往這邊 謝謝 來 看這西班牙齒 你們要等一下 他們有沒有走 呃...你剛剛說發言 對,先到外面走一下 讓我一下,這是我們從中發言 這個是我們的西班牙齒 咖啡巧克力 所以學生就自己拿冰箱拿摔自己烤 然後自己丟一拳拿來冰箱 我們完全沒有了 我們現在拿出網都去 沒有,不一樣喔 這個是,這個還是以前昆山學生做的作品 這個是以前昆山 來,可以往後套 來,來 這不是軟手爐嗎 這裡 對 哇,吃卡通了嗎 那就齊了 在東北 1,2,3 1,2,3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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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把戲上的這些回廊 當成學生的藝廊 那也可以讓學生有一個發表的一個舞台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曾經得過兩岸最大獎 就是京都的最大獎 那 可以說是 我們戲上的一個 蠻尖峰 尖峰十段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作品 就是我們放在戲辦 等一下我們可以到戲辦裡面去看一下 那 基本上我們都是用 學生 他們自己的作業 來當成 創作的一個 一個動機 基本上我們這些 作品呢 基本上說一定是在外面展覽以後 才回到 院朝這邊 票本部這邊來 那 這個部分 比如說這次的高校聯盟 這個 兩岸海峽的海報展 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先會在外 在外 先做了展覽以後 然後最後的句點才會挪到 戲辦公室這邊 或是戲回廊這邊來 那這是最後一站 對對 那我們 等於說 最後一站以後 我們可以把這些作品 做一個 定期的去更換 讓學生來去 觀摩別人的作品 利用這種方式來 讓學生在做 他們自己的作品的時候 也有 也有參考觀摩的一個機會 嗯 有 那個去年 去年我們也曾經 就是 北京大學那邊 也曾經邀請我們 一起去做 兩校的 那個 海報的連展 那我們 那個資料呢 可以 等一下我們可以 找給先生 就是把這些東西 成果給媒體 或者是說 可以讓我們知道說 其實我們交流 不是只有 局限在台灣的本地 本島這個地方 還跨圖到兩岸 然後甚至 呃 去年我們也辦了一個 四國連展 包括韓國、日本 那馬來西亞 這幾個國家 做了一個 海報連展 對 那海報的連展的位置呢 我們等一下可以到後面 稍微再觀摩一下 韓國、日本、中國、大陸 還有台灣 對 對 就是 老師 這前面就是 跟學生meeting 對 跟學生meeting 然後 呃 這是我們 因為 其他的老師 比較不方便 因為 這是我們系主任的 系辦公室 那個辦公室 對 對 所有以前 得獎的作品 再拿掉了 那就變成是兩岸 最新的 最新的 然後 這 這些作品 是先在 校外展了以後 再回到 這個最後這個句點 這個 沒有 這都是大陸的 中國傳媒 西安、湖北 然後 廈門 那 我看我們去就知道 是你長期哪裡 對 欸 他有特定的符號 哦 哦 我們的環境正在 那裡 看 這個 對 那這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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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 呃 就是 我們這些海豹 通常都是已經在校外展過了 對 都已經展過了 也蠻多學校他們會來我們系上做參訪 那這樣子也可以做這樣的交流 對對對 然後也有 就是蠻多單位也有業界的也有大專院校的 還蠻多的 我們去年就光接待參訪的建樹來訪的人次 這是書法教室 書法? 對 書法教室 鑽科教室 還有插畫教室 所以客人可能就很愛在洗筆 應該是說洗筆啊 對對對對 就是讓學生能夠有休憩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就是說 校車的班次不是那麼密集 那學生就會利用中間那個空閒的時間 就是可以有一個地方可以休憩 所以我們 其實我們系上全部的空間都全部都開放式 應該說所有全大專院校裡面沒有一個系所是 因為系半中午是開放的 然後是任由學生自由出入 或者是很多那個比如說用餐 賣吃披薩還有是吃米漢堡 他們基本上就是課程 那一間教室基本上是設定的方向就是 所以還有書法插畫 然後鑽科的教室 然後他旁邊剛才有 學生都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學生的作品 對 這是都是我們學生的作品 對 這是都是我們學生的作品 這是我們學生的作品 沒有產學合作的學生的作品 我們的案子基本上都不是老師做的 都是學生跟廠商 那老師只是中間 藉由學生的設計的時候 去給他們一點意見 所以各位所看到的現在目前的作品 全部都是學生他們自己完成的 都上市了 像這個是台灣最大的百貨公司的龍頭老大 吉亞社 那這個活動只有五個學生 醜辦全國性的這樣的活動 然後利用一個禮拜 全部把它辦完 那承辦的這些學生裡面 裡面有兩個就已經 好像有兩個 我相信兩個已經進到這個公司裡面去工作了 被挖甲了 對 被挖甲了 馬上做完就馬上被挖甲了 那這個也是 這個學生也是幫大漢酵素做了這樣的設計以後 也進到這個大漢酵素公司去服務了 基本上都是廠商介紹廠商 比如說曾經合作過的廠商 然後就推薦 那像這個是馬魚山的 對 那這是我們那個上市公司 強茂店 那他也是找我們合作 就是也是透過人家 那個 仲介 應該說有人介紹 欸不錯啊 找我們來合作這樣子 那這是我們已經跟新光商業百貨公司 已經合作五年的文創市集 他們的DM 他們的DM還有他們的文創市集 跟展場的整個佈置招商 都由我們來負責 那我們已經跟他合作了五年了 那今年 今年在高雄的那個左營店是擴大營業 那其實最具有特色是因為 這個我們叫做 這是由去年的一個學生 一般的學生呢 他們把他們的畢業製作 變成是實體經營 就是他們自己在外面租一家 租一個店面 然後自創品牌 然後銀貝就自付 然後從人事成本 或是管銷營運 那整個就是由學生去 當成一個自己當老闆 那這也是教育部部長 曾經來參觀的時候 就非常高興就是說 居然已經還在在學就可以當老闆 所以這 但是就是說 因為這個 這是他們畢業班的作品 就是把實體經營的方式當成他們畢業製作 但是 後來沒有繼續延續下去 是因為 找不到經費 那因為 其實上應該是說 文創在產業上面 在經營上不容易 因為他們又在柏惡那個地方 然後 其實有一個最大的困難 就是說 呃 提代率非常少 柏惡的提代率真的非常少 所以在那邊營運的時候 別人說 呃 學生賣了一個東西 手工的東西賣60塊 有些消費者他認為說 太貴了 他在外面可能市民店 可能20塊就買到了 對 那所以 那時候就是想說 把這個 他們這個 概念的延續下去 可是一直都找不到金費 所以他們去年就 就熄燈了 就很可惜啊 他們還沒畢業 他們去年畢業 對阿他們是把實體經營的模式 就是說實際創業這種方式 當成他們畢業展 那 有別於一般的設計科系是說 他們會做做作品 然後 做個產地去做一個 做一個展演啊 那我們 這一班 他們就比較特別就是說 與其是這樣子 展覽時間 把所有東西都拆掉 很浪費就丟掉了 所以他們就說 那把這些 大家同學集資過來的成本啊 就把它做成一個 就實地 去經營一家店 那自負盈虧 從人事 從成本 從管銷 從設計 從招商 全部都他們自己啊 現在應該是這樣子啊 因為 應該是說 時機不對 因為 去年畢業了 如果這個時機是對的 他們可能就延續了 那因為那時候就一直急著要找經費 延續下去 可是就一直找不到 所以好像在去年的6月19號的時候 就正式追悉很好 就很可惜啊 那因為曾經 市長跟部長都來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很高興說 因為事實上教育部 過去的五六年都一直在主導這個方向啊 就是業界 就馬上可以 就業了 所以 才會有實習這樣一個歷程 那現在 有這樣的 美意 但是 問題是 學生在經營的時候 畢竟 沒有經驗 所以 虧到最後的時候 就是大家已經 沒辦法再承擔這個成本 對啊 然後 結果 西登號的時候 20台 只留下最後追 全部 19台都全部賣掉 好可惜 搶購一工 變色 變藍色對不對 對 那這個原因是因為 船當進來的時候 載滿貨物 卸貨了以後 那個 水 就吃水線的 就會往上浮 對 對 這個 這個設計的理念 就是來自於說 因為 高雄是一個海港 那 當一個大船 或是漁船進貨的時候 進到港口的時候 一定是滿載而歸 那 滿載而歸的時候 這個 如果不裝熱水的時候 它其實是沉下去的 對 然後 裝了熱水以後 船就會往上浮 就是等於 或卸完以後 它吃水線 就會往上浮 就利用這樣的概念 然後把這個 文創商品的故事 結合這個杯子 那 高雄市文化局 跟我們合作以後 它逆年跟很多 學校做產品 產品都賣得不好 那去年賣得非常好 然後說 可不可以再下次 再請我們跟他們合作 就是說 關於文創的一些規劃 跟商品 那包括 包括也是一樣 就是說 因為我們像這個文創 那個標語 就是人家在跑步的時候 然後 就會拿這個毛巾來擦汗 那裡面就會有一些疑 那 因為 紅毛口那個地方 比較靠 那如果是說 教小孩子 那個爬樹的話 與其 教那邊的小孩子 游泳 就是說 在地的文化跟元素 要跟它結合 所以 去年就是 高雄文化局 跟我們配合以後 它就非常高興 然後 每一次 都是邀請了很多 比如說 他們的 居住室的 那個 處長 科長 來這邊參訪說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 創意 跟 學生的一個團隊 所以 那個 文化局 陸樂區 是在跟我們談 街區的一些 文化的一些 文創商品 團的位置就是很深嘛 那當 你裝了熱水以後 它 這個浮水線就會下降 就很會浸上來 所以 如果現在 還不會停到的話 它就會 慢慢退下來 所以 它 在馬 波波的時候 它其實 從的直層線還蠻深的 然後 裝了熱水以後 它就慢慢浸出來 就利用這樣一個 這個 商品 既定的一個東西 就有在地的文化 那 剛好這個 就有這樣的直線 所以 文化局就覺得說 其實這個技術 很平常 但是 如果結合的文創 跟在地的文化元素的時候 它就會 活起來 好壞喔 然後 它就 直接就浮上來 然後 船就浮上去了 六D 用在哪 然後 文化局就 就覺得說 這個外面的技術 其實 很平常 可是 應用在這個部分 它就覺得 很高興啊 用對地方 對 用對地方 總變是用對地方 的 是 它的 是 那 是 有 有